無論煲湯或火鍋都會見到蘿蔔的蹤影 上見的蘿蔔有白蘿蔔、青蘿蔔、紅蘿蔔和甘筍 你又知不知它們有什麼分別呢 甘筍和紅蘿蔔不同的地方 甘筍通常用來炒菜 紅蘿蔔通常用來煲湯 紅蘿蔔本身的燒製作用會比甘筍強 但甘筍的補益作用會比紅蘿蔔大一點 甘筍主要是補皮益胃為主 所以吃完的時候你會覺得脾胃強健 同時亦可以開胃 小孩子如果不喜歡吃東西 刨少許蘿蔔絲、炒少許肉片 他會開胃一點 另外以青蘿蔔配合紅蘿蔔 亦有了去濕 很適合經常熬夜和濕氣寵的人 青蘿蔔通常是青紅蘿蔔湯 青蘿蔔本身可以清熱 同時亦可以有疏乾的功效 再加上紅蘿蔔可以幫助燒製 兩隻加在一起 對香港人來說是比較適合的 白蘿蔔通常都會用在製蘿蔔糕 因為它本身有很好的燒製作用 製蘿蔔糕的時候通常會用臘肉、燒尾 或臘腸都是比較油膩的 所以吃白蘿蔔可以幫助燒製食濕氣 白蘿蔔亦有了降火 想打火鍋又怕熱氣 下次不妨灑下白蘿蔔 有句話說 冬吃蘿蔔下吃薑 冬天吃蘿蔔就是因為冬天吃很多肉類 來補暖 或者吃很多補益之補的食物 吃白蘿蔔可以幫助清淨一些滯氣 讓你更加容易吸收營養 如果本身那個人即滯 譬如喝得太多酒 或者是平時有些縮便的話 有時適量食用白蘿蔔 都可以幫它通便 白蘿蔔本身性偏寒一些 如果本身寒底的人盡量要注意 青蘿蔔和紅蘿蔔都是的 青紅蘿蔔湯 如果寒底的人 真的想喝這些青紅蘿蔔湯的話 我會建議用甘筍來煲湯 因為甘筍本身沒有那麼破氣 亦是補益的作用會強一點 可以用甘筍加些豬腱 加少許粟米來煲湯都可以的 醫師亦建議 寒底和體虛人士 在烹調的時候 加入胡椒粉、薑蔥或蒜頭 都可以令白蘿蔔沒那麼寒涼